她是回到人本的层面 这个社会是靠人群 浪漫爱情共识 因为她相信演员能够可以配合到 好白痴啊 就所有的女演员 是一个特别特别就是在生活上很刺烈的 如果上世纪90年代有男神的称谓 费翔一定当之无愧 而且它不仅影响了60、70年代的人 80、90年代的人对她也非常熟悉 虽然现在费翔鲜鲜有亮相 但是大家对她的好奇和期望不减 节目组对费翔的到来都很期待 特别给她备了一桌她爱吃的菜 边吃边聊 我特别喜欢一家台湾的餐厅嘛 然后点了一些台湾菜 像三杯鸡应该是台湾的招牌菜 招牌的 这个应该也是台湾的叫茶香虾 我没想到时间过得好快好快 因为我跟姜月谈得非常开心 她又安排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所以时间过得很快 当然的确她也想好了很多的非常好的问题 她问得比较深入 有一些人管你叫大叔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会有点差异吗 我觉得是一种蛮可爱的称呼了 还是单身吗 我现在还是单身 还是单身 可是我的情感生活是非常的丰富 那你是不婚主义者吗 不一定 也不一定 她喜欢看松磊在什么戏啊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只要有她就好了 你就像那冬天泪一发火 熊熊火焰温暖了我提醒我 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 火光照亮了我 1987年 一首冬天里的一发火 让大家记住了一个名字 费翔 一时间 她的外形 她的装扮 包括她的舞姿 都成了一种潮流 历史的她27岁 你就像那一发火 熊熊火焰 照亮了我 时光荏苒 2014年 费翔推出最新单曲 《谎的MV》 54岁的费翔 以全新造型亮相 更添一种成熟男人的魅力 像这种 胡思雨这种造型 以前你留过吗 我其实以前 没有留过 就是公布 我有时候 在国外休息的时候 我就偷懒 我就懒着 这个刮胡子 然后就 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 基本上第三个星期 就已经是像一个 街头上 那个卖破烂的 那样子 可是 无所谓了 那我就是要 开始工作了 那我就要把它剃掉了 我还以为你会继续留下去呢 没有 我 其实你知道 现在就是因为公布了嘛 然后呢 我第一张照片 还是从纽约拍的 我登到微博上 对 没错 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还在美国 我还在纽约 然后那个上海 我的助理打给我 就说 哎那个我们的微博 马上要开了 你赶紧发过一张照片 你想想你要说什么 然后呢 我就想怎么办呢 我那个 我一塌糊涂这样 然后就塞了一个帽子 就跑到那个时代广场 离我家不远嘛 那我就跑到那边 就就拍了一张 因为我想要 拍一个象征 就是特别代表性的 纽约的街景 让大家看一下嘛 知道我在国外嘛 可是呢 就这样子就 啪就 这个造型是第一次曝光啊 差不多吧 然后就 哇 就是往上 就往上一大堆 可是呢 这个评论呢 就是一半一半 真的是一半一半 有一半的人呢 会觉得很喜欢 觉得爱 比较偏年轻的 反而喜欢 他们会觉得现在 就现在男士都 经常很多的 像最近就奥斯卡 颁奖典礼啊 或什么都是 很少会见到一个 脸是干净的 就是稍微现在的一种 一种比较颓废的一种 一种表态吧 可是现在 也有一半的观众说 不喜欢 我不喜欢 他们都怎么说呀 他们会觉得 我们还是喜欢那个 我们就是熟悉的 那个样子 就是干净的 我觉得男艺人呢 也本来也没那么多 可变的 你知道女艺人 你们的空间很大 你们可以一下子 短发一下 长发一下子 搞一个不同造型 然后那个 染成不同颜色 或是穿着 也是有很多的变化 可 男是 大不了就是 换个手表 长个胡子 没有 所以像女生 要玩一玩的话 比如换一件衣服 换一个头发的造型 就会心情也不一样 就是当你留了胡子 这段时间 会觉得心情 有什么变化吗 其实会有影响 真的有影响 我会觉得 稍微沉重一点了 也会稍微 自己也觉得 好像是 大家的长辈了 变成就是 那样子的感觉了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 我看留言里面 有一些人 管你叫大叔 你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 会有点诧异吗 我觉得是一种 蛮可爱的称呼了 我也就幽默的 就可以稍微用上 也无所谓 我一点都不介意了 叫我什么都行 我其实都 我都很随便了 这么多年了 我都已经习惯了 其实我身边的人 从我 十几年前都叫我叔叔 我旁边的舞蹈演员 因为他们都很 比我年纪小 他们都叫我叔叔的 所以都习惯了 挺习惯的 我像你自己也调侃到吗 你说自己现在是处于 这个从中年到老年 大踏步前进 这样一个阶段 是 是是 老年会给你一种危机感吗 太好啊 不会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 都有它的乐趣 不同的乐趣了 我现在是中年这个阶段 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这个是最珍贵的 对男人来说了 可能是这个年龄 是一个黄金时段了 因为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 还是在挣扎你的事业 还在考虑买房子的问题 还有你身边的人都得照顾好 甚至于进入四十 也都有还有很多的在 在搞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还有很多的疑问 包括情感世界 包括事业 包括很多都会有一个 还在摸索的一个过程 可是我到这个年龄呢 就是已经很多东西 都是已经是成定论了 那就是 看得很清楚 对很踏实 你觉得这个阶段 你想呈现给大家的特质是什么 比较理智 没有那么冲动 如果跟以前比 然后能力 就是我的能力也强 其实这就是这个年龄的一种 优势吧 那这个年龄段 是你最喜欢的吗 到现在为止 好像是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我20岁有20岁的可爱了 可是不是一切 真的不是一切 这个我100% 我20岁还有很多的 不愉快的地方 我紧张的地方 我心虚的地方 尤其是你知道吗 一夜成明 有点太快了 然后我自己呢 又没搞明白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应该怎么样的去 去面对它 我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观众 我到底是也应该怎么去 下面应该做什么 到底什么是重要 重点在哪里 就是你成名了 突然塑造了一个名人 是所有观众认识的那个人 可是你明明知道那个人不是你 那你要怎么把你自己跟他 调理好 这是我觉得就是带来 至少给我带来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挑战 但是现在回过头看 会能想得很清楚 比如当身处的那个年龄段的时候 可能不会看得这么透彻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20岁和青春 就是留给现在我们值得去纪念的东西 或要保持的是什么呢 胆量 胆量 因为那个时候就不会有顾虑 往前冲 做了再说 我现在反而是都会 所有的事情都放慢 都要考虑多一些 当然嘛 因为你正在闯事业的时候 你必须得冒险 才可能 走在人家的前面 去做一些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 当然一个人 比如一个男人 到了50岁之后 心态会有一个明显的不同 我自己觉得会 到了这个年龄 有一些事情呢 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然后呢 更会考虑到了 比如说 真的 我将来还真的会要老了 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自己就会想 将来我老了 到底要怎么住 我想到了吗 有什么一个图景吗 就是一个画面 比如说我 我很多年定居在纽约 这就是纽约 然后纽约的这种 刺激 这种快速度的那种城市 非常适合我 我喜欢 可是呢 我年龄稍微大了 现在我就一开始觉得 不一定是 我所有的时间在纽约会特别好 我会想往要一个稍微安静一点的 那我就其实差不多十年前 我就开始有一部分的时间在伦敦 在伦敦住的地方 是在伦敦的郊区 然后呢 就是很安静 然后还有个花园 然后这花园 小花园里就会有一季一季的转变 然后我 我到了这个秋冬的时候 我就会种那些 那种 那种 像洋葱的那种 不是洋葱 可是像洋葱的那种花 然后全部种到土里面 其实他们要到了春天 一解冻了 然后暖了 然后它就发芽了 就冒出来了 你就是有这种 时间放慢了的感觉了 我会比较喜欢伦敦 那可能就是我一个年龄的一种 一种转变吧 现在对工作的态度会有所调整吗 工作方面我也是 现在呢 我并没有那种 好像压力 就是好像觉得 我必须出新作品 我必须要怎么怎么 因为没有什么必须 这两个字了 其实我明天退休也OK了 这个我觉得要是性格 性格的问题 我百分之一百知道 我不会有问题 我到了我退休的那天 江苑 我就是一个很高兴 每天过安静生活 快乐老头 我就是在我的花园里 那个看我那些种的东西 然后呢 我就是看看书 跟朋友聚聚会就好了 那你平时会有危机感吗 不太会了 要 可是我创事业的时候 我刚开始的时候会有 会有 所以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 会紧张啊 我会觉得 哦我现在很红 那怎么办呢 这会 会 会持久吗 我到底行不行啊 这怎么办呢 那这段 这一阵 轰轰烈烈过了之后 那怎么办呢 还会有我这个人吗 你要 可是 你要有信心的 就是你的作品 如果被认可了 会留下的 那就可以了 所以也不怕 比如走在路上 或去到公共场合 如果别人没有认出你来 不会有 稍许失落 哦不会 那都不会的 我 没人认出我最好 其实我都 我都恨不得 没人认出我 我 我其实在国外 我当时去美国 还是有这样的 特别大的一种 希望了 就是能够过很安静的生活 就是没有那个 一大堆的那些 像现在我在伦敦呢 或者在纽约的时候 偶尔会碰到华人 可是大多的时候是 都是外国人 他们根本不认识 费翔是谁 根本不知道 无所谓 我会很开心 很开心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谎》是费翔时隔六年推出的第一首新歌 他用微电影的形式拍了这首歌的MV 故事背景放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并且用酷爱的黑白影像呈现 讲述了一段黑帮老大与小情人之间的爱恨纠葛 其关于谎言和背叛的主题 更让他深有感触 我真的觉得任何人的情感 世界里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背叛 或是圣局大的背叛 或是被别人背叛 因为爱这个东西 说到最基本 最基本还是信任 信任 就是信任一个事情 就是全世界的人 只有这个人 我是完完全全的把心敞开了 对着他 他完全知道我所有的秘密 他知道我早上起床的那个德性 他知道我所有的丑陋的那些人为 可是他居然还爱我 你知道吗 这就是爱 你觉得在爱情中最不能原谅的是什么 我觉得背叛是其中之一了 因为你把心敞开了 那真的是 我觉得你总要有一部分的尊严 对于对方了 那背叛自己和背叛别人 哪一种会更让你憎恨呢 我背叛自己呢 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你明明知道 你不应该爱这个人 你明明知道他对你 不会带来任何的真正的好 搞不好他根本不爱你 然后你还偏偏要信任他 你把你的心敞开 对一个 对一个真的不值得信任的人 那你是在背叛你自己 我其实会有这种经历 大家也很关心你目前的情感状态 还是单身吗 我现在还是单身 还是单身 可是我的情感生活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我要声明的 我不是我没有出家 没有做这种的 我是非常那个 应该是说重视情感这块 我觉得是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就是为了这个 是我记得以前你进入采访的时候 说过一句 就是说爱情是一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理由 现在也是这样看 我是这样 绝对是这样 你临死之前 你如果有那个几分钟的时间 你能够想回到 我这一生 所有的值得的是什么 你不会是在想那些房子 那些车或甚至于你事业上做过的什么事情 你脑海里会产生的画面一定是你身边爱过的人 还有你自己爱过的 爱过你的人 人生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要是活一过往的情感经历里面 在你印象中最深的应该是那些美好 而不是那些伤痛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觉得伤痛也是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虽然我们不太愿意接受 可是这样代表我们还活着 你有感受你就是活着 人必须要接受人生的各个方面 有好也有坏了 都有 我还记得好像你描述过一段 在威尼斯跟当时一个女朋友 一起划船的一个美好的场景 是吗 一起划船说 你听那个船桨的声音和两岸的那种建筑 你知道吗 那个画面是 你现在一说我就 我脑子就很清楚 你就非常清楚 是夜里半夜 那个时候就是很安静的 他在那里划船 真的是很浪漫的 你就很安静的听到那个划船 那个肝进入水的那种 然后水滴的 然后那个会反应会在两边的墙壁上来回 然后你往上看就是天空还有星星 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会记起那个画面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记忆 很浪漫啊 包括刚才我们说船桨和水的声音 还有那女孩明亮的眼睛 他就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了呀 因为一段缘分 我觉得过了 就过了 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非常美好的回忆 我也 你也不要否认他的整个过程 就这样子不是不是的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当下那一刻都是真的 其实一对没错 还有这整个过程一定有他的意义 还有就算你想要否认也没用 因为你认识了这个人 你跟他走过了一段 他已经改变你了 他已经在你生命中已经改了你这个人 甚至改了你的命运 所以你不能就是因为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就否决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我会觉得每一段的缘分 或是不管是短还是长 都有它的意义 都有它的原因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 目前还是单身的状态 应该是那个对的那个缘分还没到 其实我会觉得我是一段一段的缘分了 只能这么说了 然后我觉得也不应该要限制 说他非得多长 或是非得多深 这方面我可能有一些不传统吧 我会非常支持一些单身的人 或者是正在受很大的压力 不管是哪来的压力 就说哎呀你年龄到了 你应该要怎么怎么 没有应该这两个字了 我觉得你自己一定要 自己感觉到时间到了 那就你不用有人推你自己 你自己就很愿意 就结婚了或是生孩子了 都有可能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 那你是不婚主义者吗 不一定也不一定 我就觉得可能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那个缘分吧 可是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有一个时间表 你知道吗 应该就是随缘吧 然后也许我这一生就没有 也没关系的 选女朋友的标准是比较高吗 我真的觉得这个情感上面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先有一个定义 因为往往呢 真正产生的情感是不安排理出牌的 都是这样 所以不要预料 也不要去先给什么这方面的定论 找女朋友的时候最注重的一个特质 你可以说出来吗 不可以 没有 通常来说就是我们会在爱情中 更多是爱上对方的优点 但是当爱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你可以也义无反顾的去爱上他的缺点 我还会更过分 我会觉得是 你爱上一个人 你其实爱上的就是他的缺点 从开始 我不觉得你爱上一个人是爱上他的优点 这是我的看法 是他的那些缺点会吸引你 姜任你相信我这是真的 是一个完美的人站在你面前 他不会吸引你的 因为人总会想要被需要 你知道吗 这个人需要我 他的一些欠缺的地方 他的一些我可以帮他弥补 我在他的生命中 可以产生这样的一种功能 你就算你自己还没意识到 你潜意识的你就会被他吸引了 然后你就会开始帮他弥补了 然后就是其实是缺点会吸引你 因为那些地方是他最需要你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当你都最开始就接受了对方的缺点 总会觉得这样的情感应该是有结果的 那依你的经历为什么后来还没有结果呢 那问题出在哪儿 不是因为人在一起在走 我觉得情感上人在走呢是一直在变嘛 人尤其是在现在的世界 我觉得我们人受到的这种冲击和测击太多了 所以今天两个人走在一起 五年后 我当时结婚的这个对象 这个人还存在不存在啊 还有当时他娶的或嫁的那个人 我是不是当时那个人 五年后不一定 如果两个人能够找到一种方式 能够合并的再变 再走 那有可能可以一起走下去 一直走下去 可是我觉得很难 真的很难 就是你对情感还是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我会觉得我们不要太就是迷信这个东西 然后给他任何的规矩 我觉得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然后其实应该是一天一天的 很实际的去感受它 享受它 分享它 面对它 可是到了哪一天真的你会觉得 真的好像我们这缘分到了 不要为了什么 那怎么办 我们还是得撑着 我们还得坚持 我其实觉得那离婚就离婚嘛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可惜这两个字 没有 因为你拥有过了那段缘分嘛 从你的这种观点上来看 你不太在你的这情感经历中不太容易产生一见钟情吧 一见钟情会有 一向都非常的非常的开放 他们也非常清楚一点 对他们清楚的一点就是我 我的开心我的快乐是第一重要 当你不快乐你为了某一些因素你做了一些选择 给你不快乐了 那你怎么活下去呢 我觉得我的父母还是挺好 费翔的妈妈现在住在上海 老人家虽然八十多岁了 但身体硬朗 个性活跃 生活过得井井有条 且很有情趣 经常喜欢约上三五好友出去聚会吃饭 看一下你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和伦敦 你每年陪妈妈的时间有多久啊 比如说我在国内有工作或是演出 我只要有休息的日子 那经常都会排得满满的 可是只要有休息的日子我就会回上海 然后住在家里 那住在家里就是陪他了 在家里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多的话了 有的时候我还要把我的新作的一些事情 像我在拍谎这个微电影的时候 我还在给他看我们的设计图 或者是在给他看那个片段 或者是我们在剪接的时候 我会剪好 我会说哎那个妈我给你看 啊好好好 或者说他看了 好像很很那个很很那个 OK我看一下吧 可是其实我很清楚 我是在我是在耽误他看孙后雷的连续剧的时间 是啊 所以我还说了 妈妈特别喜欢松雷 她喜欢看孙后雷在什么戏啊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只要有她就好了 但你不还说过吗 你说如果有一天把松雷带到妈妈的面前 就算进到你做儿子的本分了 你这个任务完成了吗 还没还没 可是我现在还有一点紧张 我觉得 有那么难吗 不是不是不是难的问题 我可以我可以安排到 我怕我妈妈兴奋到进医院的程度 就是不行了这样不行 我怕她八十多岁了 所以还是得考虑这方面了 虽然她很理智 可是我还是要考虑这方面了 考虑好 关键是松雷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没见过松雷 我还没有机会认识她 对对 真的 那个借我们的节目要告诉松雷一下 没关系 对他反正我我也是很欣赏她 我觉得她是个特别好的演员 可是那你这个儿子应该也要 要有点进展啊 给让妈妈实现这样一个愿望啊 就是我觉得还好吧 她也没提出了 没说提出这样了 你知道 我我们看了 一切都是缘分了 这种缘分了 对对 妈妈一个是喜欢看松雷的这个戏 还有一个喜欢 特别看美食节目喜欢看是吗 没错没错 她喜欢看所有的美食 你怎么知道 她喜欢看美食的节目 天天天天天的 就是所有的节目 都是美食的 然后有好吃的餐馆 她还会记下来吗 对对对 因为上海餐馆很多 然后在这个经过电视节目的 就是那些 那些主持人在说 然后就是在厨房里 然后在做那些菜 然后呢 然后那个就端上来 然后在那里那个冒烟了 然后她说那我们就尝尝看 然后就尝进去了 然后在那里 嗯我觉得她的口感是什么什么 嗯我觉得她有点什么什么 然后呢 然后我妈妈就在那里看 然后她在那里做笔记 然后她说这个餐馆 她是什么菜我要点 到时候她就她真的就去啊 她就全部去尝一尝 但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些菜 是费妈妈喜欢的吗 我们应该给一个特写啊 到时候要妈妈看一下 你觉得她会喜欢哪一道菜 这几里面大概这个会比较特殊的 她喜欢尝试像这个茶叶跟虾的这个 这个我觉得她会觉得会比较特殊 比较值得 那你看妈妈除了这个看美食节目 看到好吃的餐馆 她去尝一尝 她也会学着去做一下吗 她会就是她会 她去尝的时候 像节目做的时候 当然那个厨师就已经在说 这个菜应该要怎么怎么进行 要先什么后什么 还要什么调料 她总觉得这些餐馆都会留一手 对不对 一定的嘛 她不会把他们的诀窍全部露出来嘛 那怎么弄嘛 对不对 所以她去尝的时候 她还会去研究 说嗯 这里面还有什么什么 然后呢 回家呢 她就跟我们家里的 就是小张 他们两人就研究 然后就睡一下 坐一下 那你回家的时候 看她的时候 她会给你做一下吗 或者让小张帮忙给你做一下 如果有特别成功的 他们就会做出来 然后让我尝一尝 怎么样味道 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我妈妈那么挑嘴 我那是一点都不挑嘴的一个人 我什么都可以吃 就是 就是 一定要晚上就吃一顿就好了 那你那么 对自己这么克制 妈妈会说吗 哎呀没关系的 应该还好 我天下所有的妈妈都一样 她都会在劝我说 都问你吃好没有 然后身体怎么样 多吃多吃 她总会要叫孩子多吃 可是呢 当然她也明白 我的这个工作的需求了 就因为我很容易胖 非常容易胖 所以要特别注意 一般 就是 当父母年龄大的时候 其实 有的时候是挺黏孩子的 是 所以让孩子要经常常 常回家看一看吗 是 但好像你妈妈不太年龄 是吧 有的时候你说你要回家了 妈妈说 那你就回去先坐 我还有个约会呢 就出去了 对 对 我母亲经常这样 经常是我打电话回家 然后去小张接电话 然后我说 那个 然后她说 飞妈出去了 我说好好好 OK 那跟她说我打来了 OK 拜拜 经常这样子 因为她很活跃的 非常活跃 可是这样子好 这样好 因为我 我比较放心 除了陪伴妈妈 没有工作的日子 费翔最喜欢宅在家里 我平时工作时 都要面对很多人 所以休息的时间 比较安静 顶多约一两个朋友吃饭 老宅男一个 这是近日费翔 在微博上 对自己的描述 你宅在家里干点什么 我其实会 我会一夜都不睡觉 经常 像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只要我是放假的时间 我没有工作的安排 我都会是半夜 像我最 最容易找到我的时间 打电话 都是半夜 两点三点 那个时间 就是全世界都在睡觉 我就会觉得 那个时候特别安静 然后我就能够 觉得我可以想事情 或者看看书 我可以上上网 看一些新闻 或是什么都行 但是熬夜对身体不好 你那么讲究 有养生的人 就是怎么不会 就是避讳一下呢 我觉得熬夜 只要你睡眠足够熬夜 也无所谓 因为你睡眠 只要保证每天晚上 或白天都行 只要你有七个小时左右 我觉得都可以的 没关系的 我怎么样都会保证 有那个时间了 只不过是我的七个小时 可能是从天亮开始 没有关系的嘛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动物 是晚上活跃的 然后白天睡觉的 也都挺好的 看你给自己熬夜 找了这么多借口 也挺好的 别人说这个熬夜对身体 没有坏事 我可能不会相信 你说我还会相信 因为你的状态代表了 对 这特别好 谢谢 包括身材 也一直保持得 那么好 这跟你健身有关系吗 我每一天都会稍微 做一点运动 可是我也并没有说 那么神经病的 那种拼命健身房 如果这是你的热爱 你的喜好 也没关系了 也是一种生活环节 可是我会有一点 尤其到了这个年龄 我不太愿意把我那么多的时间 分割到健身房去 因为毕竟那个是一个蛮空虚的 就是耗掉了很多时间 在那里健身 我会每天再安排一些 简单的体操 或是一些 那个需要做的一些 保养身材的一些运动 漂泊的单身生活 难免让费翔有孤单的感觉 在熄灯的那一刻 费翔最亲密的家人 是他的爱猫 费翔爱猫 是许多朋友都知道的 他说养猫需要付出爱和耐心 他一辈子都会养猫 你家有多少只猫啊 我其实现在呢 就是我母亲在上海 养了一只猫 那是属于他的猫了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我在 我在伦敦有两只猫 那我不在的时候 有工人把我看着 那你经常在外出工作的时候 会对你自己的猫 有些牵挂吗 店面 我当然 其实会想到他们了 然后那个 每次回去 回到伦敦的时候 我进那个大门呢 他们就扑上来啊 那这不是猫了 这就是狗了 狗就是会 啊你回来了 然后舌头在那里 然后尾巴在那里摇 然后就是 啊你回来了 那猫就是 还真的就是 哦 你 那样子 回来了 对 好吧 我那个晚空了啊 那个 你什么时候 就是那种 我觉得 就是那样了 其实OK了 没事的 可是他们到时候 他们就会有 他们表示的方式 就是 过来蹭一下 然后出那种 呼噜呼噜声 尤其到晚上的时候 他们用他们特有的方式 来跟你说完 没错没错 他们会选择他们的时间 他们的方式 跟你表达一下 让你知道 比如说 在你面前 他趴过去 然后就 比如说 痒到背上 他把他的肚子的部位 让你就是摸 这个是极度的信任 的表示 真的啊 对因为 因为他对于 他陌生的人 他不会这么 他还有警备的 对的 当然了 他一定是 要随时防备嘛 请说出一件 你最想做 但又不敢做的事 跳伞 跳伞 因为 我其实呢 我特别想尝试 跳伞 我会觉得 一定很好玩 还有很多人 都跟我说过 特别好玩 然后有一次 我差一点 那个跟朋友们 朋友团一起去了 可是 因为什么元素 没有去了 可是我会觉得 会挺挺过瘾的 可是我往往 总会觉得 哦天哪 就真的很恐怖 就是一个是 没有机会跳的 另外也有 这种胆量的问题 我会觉得 真的有一定的危险 有一点的 对啊 你说从一个 飞机跳出去 然后腾空的这样子 哇 然后到了 捲点把这个伞 一拉 万一有问题 怎么办 然后就是 请问你第一次 暗恋别人 是在多大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 多少年 你想吗 那一定是 在上学的时候 什么什么 同学吧 大概大概是 初中吧 初中吧 我比较晚熟 男人都比较晚熟 我刚才知道 初中的时候吧 大概是吧 请问初次见面 你会最先注意 异性的哪个部位 我觉得眼睛还是 最主要的 眼神了 你从眼神能看到 内心 眼神还是很重要 最重要 我会特别 注意这方面的 请问你最不喜欢 或最怕 别人问你什么问题 还好了 我真的 我其实真的 比较随意了 我没有 我没有什么 不愿意谈的 我都还行 对 你每天包里 必带的物品是什么 我必带的物品是笔 有的时候我会 我会很奇怪 我就有这个习惯了 有时候我还是会要 习惯就是要用 手记一下东西 当然手机了 现在是 基本上是离不开身的了 经常会戴着帽子 墨镜 因为如果是要出一个 像像今天 我们今天采访做好了 我还得上 到街上上车 那就会把帽子 塞上去 把墨镜戴上去 那就会 那就会很方便的 很快的就上车了 如果最初 你没有机会 进入演艺圈 你猜想 你会从事什么行业 其实我当时 本来有这种 年轻时候的欲望 或是想法 做医生 因为当时你在斯坦福 最开始学的就是 没错 还有当时我真的 可是你知道吗 我后来发觉 我这个想法不健全 其实是一个比较 幼稚的 就是想象空间的医生了 可是你说真的 我后来接触了医学 还有医生之后 我发觉 这个还真的是太难了 我还没这个条件 做一个好医生 这个要求太高了 那今天差不多了 好的 我们来这个以水代酒了 当然当然 干杯 谢谢你 真的谢谢 谢谢 聊了这么多 哪里 我能够要求 把这个打包吗 当然可以啊 我就这个打包好了 因为这个茶也很特殊 所以我想闯一下 对 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 然后那个这个打包 我可以晚上 我就留着做我的一顿 谢谢大家